到了新疆的河铁 哥哥接风洗尘款待的羊肉串 是我吃过最大的肉串 看凡凡吃的有多香 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呀 第二天早上 先吃了一顿一块钱一个的烤包子 肉多皮薄 再到了这家出了名的烤包子店 抢上一些干粮 带走 热乎乎的一股香味 真想吃一个再走 可惜肚子早就咕咕的吃不下了 这样的哈密瓜 此穷的反反只能用如此来形容 走进中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只穷在沙漠公路上 在大漠中热肉串 热包子 扎帐篷 第二天早上 好好在沙漠中写下了郑州两个大字 我想他是想家了